今天立冬代表冬天来临 很多人会进补 但有些人的体质偏热 有些人的体质偏寒 补错了反而可能伤身 花莲慈祭医院举办了营养讲座 中医师教大家如何辨识自己的体质 正确补生 也教大家做简单的料理 立冬这一天也有人称补冬 因为前人认为冬天天气寒冷 需要补充营养 但是你知道怎么补才适合你吗 花莲慈祭医院举办卫教讲座 告诉民众立冬的保养之道 将豆腐结合玉米 毛豆仁 黑木耳等多色蔬菜 在一个人体质搭配寒补或热补的中药材 制作彩色丸子汤 透过食物来补冬 今儿以食物的种类多样化为主 然后今天一天就是五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 那因为我们的素食啊 就是其实要食物多样化 饮食才会均衡 不只是食疗 随着天气渐冷 中医师也提醒大家 可以时常搓搓手按摩手部穴道 用热水泡脚 让四肢血液循环更好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保暖 如果戴口罩 戴帽子 然后保护好自己的那个后面颈部的风磁血 这样子的话会让大家在整个冬天会非常的舒服 比较不容易感冒 依着食节变换 调整饮食 补充适当营养 也注意日常保暖 您可以度过一个健康的冬天 大家新闻 赵又盈 欧国家 花莲报导